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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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開始上課 開始上課,因為 我們上個禮拜已經是休假了 已經放假了,所以我們這個禮拜 就必須要直接開始上課 直接開始上課了 那為什麼要修 為什麼要修生命科學 這門課程呢 首先,我們知道生物科技是一個非常熱門的領域 現在常常看一些報道媒體上面的很多事 都跟生物科技有一點關係 還有一點關係 要定用到生物科技 首先,我們就要先了解一些生命 或是說更 換言之說要更小 我們人類所面對的有哪些的問題 那這些問題呢 可能 接下來呢 接下來我們必須要有什麼 生物科學 或是說你生物的知識能夠對它 有什麼樣的一個幫助 對它的一個幫助 然後介入的地方 那我們人類啊 面對很多很多的一個挑戰 比如說我們人在逐一位 自己提到 人口膨脹 糧食短缺 疾病的一個危害 環境污染色 在全國之外 以及能源危機 治癒治癒 資源污染等等 有非常非常多的一個挑戰 面對很多很多的挑戰 那首先 我來問一下同學 我們現在全世界的人口啊 大概有多少人 你覺得我們現在 這個地球上面有多少人口 將近七十億 將近七十億 這個同學太棒了 其實問到第一個 就已經幾乎給我們答案了 到竹林啊 晚上 七點三十四分 這晚上七點三十四分呢 我們這個地球啊 上面的人口啊 七十二億 九千八百萬人 大概七十三億 七十三億 那下面這些數字啊 是去年二月二十四號的時候 其實就是 三月一號 就是二月二十四號 大概相差一年 在去年呢 大概這個時候呢 是七十二億 一千多萬人 今年啊 大概近七十三億 所以一年之內呢 增加多少人呢 增加大概八千五百萬人 八千五百萬人左右 那這是一個七四圖 我們看一下 藍色上面這條線 藍色上面這條線啊 代表就是地球的人口 地球的人口 在二零一一年啊 十月三十一號 十月三十一號 已經足過七十億了 在二零一一年呢 年底啊 市場已經就 足過七十億了 那根基爾聯合國的一個統計呢 大概每年增加人數啊 大概在七千五百萬人 市場還不止對不對 我們剛剛看去年到今年已經增加了 八千多萬人 八千百萬人 所以 七千五百萬人啊 雖然是相對保守的 相對保守的 那這是 地球的人口增加的一個情形 可是呢 你可以看到它市場又分為 深藍跟淺藍 那深藍的部分啊 代表說這個是 開花中國家 開花國家的人口數 那剩下的這個部分呢 就是 減掉 全世界人口 減掉開花國家的一個人口數 所以你看到 開花的 以開花國家呢 它的人口的增加啊 市場是非常頻緩的 甚至啊 人口數還是變少的 可是全世界為什麼 人口會增加呢 主要啊 都來自於啊 是用低度開花 或是未開花的國家 未開花的國家 那這些低度開花 未開花的國家 大概是在哪裡呢 大概是在啊 沙拉沙漠 附近的一些非洲國家 或是西亞等等這些國家 比如說 這個沙拉沙漠 周圍的一個國家呢 比如說 上比亞 西巴威 鋼火 肯地亞等等 這是大家想要在 報導媒體上面想要看到的一些國家 像查德等等 或是說呢 在西亞 西亞的一些國家 伊朗 西里亞 伊朗 葉門等等這些國家 這些國家 是我們 地球上人口啊 主要增加的地方 是相對來說 是未開花的國家 未開花的國家 那 這個地球上面 從有生物開始 我們在下個地方 我們就會探討 這個生命的起源 那我們會去討論 為什麼 我們會開始要找 找地 地球 太陽星系 以外的一些 適合居住的一個星球 那有什麼標準呢 哪些地方是 可能會有人 居住的呢 所以我們下個禮拜 就會討論這一點 那地球上呢 開始有生物出現之後呢 當然慢慢演化 開始出現的人類 那在這個西元1800年啊 這個地球呢 上面第一次達到十億人口 十億人口 那接下來呢 過了130年 到了1930年呢 達到21 也就是說 過了130年之後 這個地球呢 就多了十億的人口 多了十億的人口 那接下來啊 速度就很快囉 從第21到每31 增加11 可能只要30年的時間 從31到41 只要15年的時間 接下來大概每12年 就地球上面的人口 就增加了10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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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2011年啊 我們到達70億的人口 70億人口 估計啊 到2025年 其實不用到這麼久 就會到80億 到2045年啊 我們就會到90億的人口 到90億的人口 那這是一個啊 把它更 用更思維的方式 來呈現 呈現 那每年呢 地球上 大概增加的人口 大概八千萬 反正就是大概七八千萬 左右啦 好 每年啊 這個地球上出現的人口 是八千萬 相當於呢 每一分鐘啊 有154個人 人類啊 在地球上面 增加 那當然是 增加了 減掉死掉了 那新增加了154 每一分鐘呢 新增加154的人口 那可是呢 在開花國家啊 大概來說呢 只有每分鐘增加兩個人口 大部分呢 都是來自啊 這種未開花的國家 未開花的國家 這個就是問題所在 這就是問題所在 那我們台灣的人口 現在是 正成長還是副成長 你覺得呢 我們台灣的人口 是正成長還是副成長 正成長 不是我們政府 不是常常說 我們人口太少了 有很多什麼鼓勵 生小娃娃的一個 誘因啦 對不對 所以你覺得是正成長 對啦 正成長 我們台灣啊 從去年啊 去年到今年 事實上呢 是從去年的7月 到今年呢 這個3月 不到一年的時間 增加了5萬多人 增加了5萬多人 我們現在的人口 是2300多萬人 2340幾萬人 事實上我們是 微乎的增加 微乎的增加 我們增加的人口比例啊 是非常非常的 相對來說 是非常非常的少 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我們 並不是在衰退 並不是在衰退 我們是還 事實上還是 有微乎的增加 微乎的增加 這個其實 聽起來有點怪 就我們所知 周圍的朋友呢 不是 不要生小孩 要不然就是生一個小孩就好 但是 台灣的人口就是增加 就是增加 那 怎麼樣 你覺得 你覺得 剛剛是同學你說 你有什麼想法 為什麼我們人口是增加的 對不對 因為老人死了 太多了 老人死了 太多了 這個是另類的想法 那 這個 台灣的人口 大概男生比女生多 比例呢 大概是50.1% 對上 是9%左右 是9%左右的一個比例 比例喔 第一 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是中國 第二名是印度 但是印度在 估計2030年呢 印度的人口 就會超越中國 變成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 台灣 台湾在53名 53名 那有2300萬 最近 2300多萬的人口 多萬的人口 那我們的人口 相對於這個世界的人口 很多的國家來說呢 其實非常少 只有2300多萬 這個中國有13億6千多萬 印度有12億5千多萬 美國也有3億多的人口 我們看起來是很少很少的 但是啊 台灣的可以居住的地的面積啊 太小了 台灣啊 有很多是高山地形 是不適合人類居住的 不適合 相對來說不適合的 所以我們的平原非常非常少 雖然我們有這麼多的人 2300萬人 但是呢 確實在很少很小的面積 所以啊 我們的密度 我們的國密度啊 相對於土地的面積呢 是全世界排名第16 第16 密度第16高的 第16高的喔 好 那我們知道 大概對人口的膨脹啊 有一個概念 有一個概念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探討 第二個問題 糧食短缺的問題 那 每年啊 大概估計來說呢 大概有億多的人口 是處於營養不良的 的一個狀態 大概有一萬四千多的人 會因為飢餓而死亡 會飢餓而死亡 這個我們常常在 一些報章媒體上面啊 常常可以看到這些訊息 比如說有一些 相對來說 比較弱厚的國家 這些國家呢 我們常常可以知道說 他們就是 嗯 人口很多 然後呢 又年年發生乾旱 又不適合栽種啊 然後又可能有一些 政治因素 戰爭的因素 所以啊 那邊的人都非常非常的可憐 需要我們世界啊 其他人 其他地方的人呢 給他們一些 食物的援助 食物的一個援助 那 天然這些國家 又都是戰爭的國家 有時候這個援助啊 又不能夠真正到這個災民的手上去 到災民的手上去 所以我們就來探討一下這個 糧食管缺 是不是 嗯 有什麼其量解決的一個問題 一個方法 一個方法喔 那現在最常被討論到的一個方法 就是啊 這個 生物科技所提供的啊 基因改造食品 基因改造食品 那基因改造食品啊 那基因改造食品啊 事實上有很多的 不是很多 有一些爭議 有一些爭議喔 有一些人啊 他不認同這種 基因改造的一個 這個食品 對於啊 他會帶來一些 不可知的危害 不可知的危害喔 那這是 可以值得探討的一個地方 值得探討的一個地方 那 這是我們今天啊 講到的糧食管缺 我們用一個 正面 農業的一個角度 來看這個問題 看這個問題喔 生物科技啊 尤其像基因改造呢 不只有啊 在用在啊 這個 食物方面 用在食物上面呢 事實上的用在於 農業啦 或是一些 微生物啦 動物啦 昆蟲 一些水生生物等等的 在各個領域啊 都可以用 用這種基因改造的方式 來創造一些 新的東西 不只有食物 不只有食物 比如說我們來講一個例子 講一個例子 生物防治 生物防治 那 有一些 不好的生物 比如說像剛剛說幾個例子 像蚊子好了 都很討厭蚊子 那蚊子 要殺掉蚊子呢 蚊子呢 蚊子呢 當然是保持啊 就是環境的清潔是一個方式 那還有沒有其他的方式呢 在很早以前啊 1950年代啊 就開始有人 想起這個生物防治的方式 比如說呢 在有一些生物已經成功了 他們把這種工的昆蟲呢 用放射線照射的方式 那這個工的昆蟲啊 因為放射線照射 而失去生命能力 失去生命能力 接下來把這個工的昆蟲啊 放到野外去 然後來跟母的昆蟲交配 然後產生的後代呢 就沒辦法存活 或是設置根本 沒辦法產生後代 那 以這個蚊子來說呢 這是行不通的 行不通的 為什麼呢 因為啊 這個 同樣的喔 工的昆蟲呢 一輩子他會交配很多很多次 那母的昆蟲啊 只會交配一次 只會交配一次 那為什麼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為什麼行不通呢 因為啊 這個昆蟲呢 你照放射線 照這個放射線之後呢 當然你就會破壞 它的一個生殖能力 破壞它的生殖能力 但是呢 這隻工的昆蟲啊 相對來說 它也會變得 變焉焉的 也會變得 比較沒那麼的強壯 變焉焉的 所以說呢 你把蟹放到外面去的時候啊 它沒辦法能夠 這個母的蚊子 不會選它 不會跟它交配 所以 以蚊子來說啊 用這種放射線治療 來讓它變成不孕 這樣的情形喔 相對來說是比較 呈 成效比較低 因為呢 它可能沒有交配的對象 找不到交配的對象 那後來啊 這個生物科技啊 開始 流行之後呢 有一些公司喔 像這個 地方所看到的 OCTAC 這家公司呢 他們就用一個 這個基因傳送的方式 他們呢 改變啊 這隻公的蚊子 生產了一些基因 一些基因喔 那 改變了之後呢 這隻公的蚊子啊 就失去了 生育的能力 事實上不是失去生育能力 它有生育能力 可是呢 它跟母蚊子交配之後啊 他們所產生下來的小寶寶啊 沒有辦法在自然界存活 沒有辦法在自然界啊 能夠長大 變成蚊子 沒有辦法 所以就是會死掉的意思喔 所以他們產生下來的這個 卵呢 是沒辦法正常發育的 那藉由這個方式呢 就可以很快的 大量的 降低啊 這個環境裡面啊 蚊子的一個 數量 降低蚊子的一個數量喔 這是 利用啊 這個生物科技 基因改造的方式啊 來達到這個 生物防治的一個目的 一個目的喔 那 我們要回到 我們剛剛所講的一個主題 就是說 這基因改造的食物 如何來啊 這個 嗯 產生更多更多的一個食物 或許可以用來解決啊 這種 痾痾痾 缺了一個問題 痾痾 缺了一個問題 那來問一下同學喔 你認為啊 全世界 基因改造的 植物啊 最多的國家 是哪個國家 你覺得呢 美國 為什麼你會覺得是美國 不錯 全世界 我們來看全世界 來看好了喔 全世界啊 種這個基因改造食物啊 這個最多的國家啊 是美國 那第二名啊 是巴西 第三名啊 是阿根廷 後面啊 這個數字呢 是它的世界 在地球上面 世界的人 就是人口比例啊 在世界的排名 美國啊 雖然說它的人口 只有3億多 是全世界 第三多人口的國家 但是呢 它的一個 基因改造食 這個食物 植物啊 它的一個產量 是世界第一 世界第一 那相對來說呢 中國啊 雖然是目前為止 人數 擁有最多人口的一個國家 可是啊 它的一個 對基因改造的 食物 植物啊 它的一個 種植呢 事實上是 不及美國 不及美國 第二名是巴西 第三名是阿根廷 那加拿大是第五名 第五名 那從這個圖啊 可以更清楚的 看到一件事情說 美國呢 它所種的 這種基因改造的 這個植物呢 它的量啊 就遠高於後面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的總和 第二名 所以 美國呢 它是種植啊 最多基因改造 這個作物的一個國家 而且數量啊 是遠高於其他的幾個國家 遠高於其他幾個國家 那 關於這種基因改造的一個農作物 最常見的植物有哪些呢 大豆是第一名 大豆是第一名 基因改造的一個大豆是第一名 那第二名呢 是玉米 那接下來是棉花 還有甜菜 所以 改造最多的前兩名 大概是大豆跟玉米 大豆跟玉米 那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基因改造的食品 有什麼優點 它最常見 它最常被criticize的一個缺點是什麼 是會引發過敏的問題 引發過敏的問題 有些人呢 啃吃了基因改造的食品之後 把一些 不是在這個植物上面 應該有的蛋白質吃到裡面去 最常被人在過病的時候 它有可能會引起一些過敏反應 過敏反應 那 秉除這個缺點不說呢 基因改造的食品 它有兴趣多多的一個優點 兴趣多多的優點 比如說 它可以解決 這個糧食短缺的問題 我們可以製造出一些 耐炎 耐低溫的一個生物 的一個植物 的一個植物 比如說 番茄好了 一般來說呢 番茄是沒有辦法 在低溫的環境來生長 比如說 在西伯利亞 這種比較低溫的地方 是沒有辦法 來種植這個番茄 種植番茄 所以就有一個 這個 改造的一個計畫 能不能去製造一些番茄 在本來不會 本來沒辦法種植番茄的地方 雖然也可以去種植呢 那他們科學家 就從比目魚上面 取到一些基因 那這個基因 跟這個比目魚 能夠在那麼寒冷的環境之下 能夠生產 是有關係的 那把這個抗凍基因 藉由病毒 把它送到番茄的一個 那個幼苗裡面去 送到番茄的幼苗裡面去 那所以說 這個番茄呢 接下來這個番茄 所以長大之後啊 它就帶有這個 屏幕魚的抗凍基因 也就是說 它就能夠容忍 這種比較低溫的一個環境 能夠在韓代人國家 來生長 來生長 所以本來沒有辦法 種番茄的地方呢 現在可以種番茄了 那同學會想說 種番茄 關我什麼事情 就不要吃番茄就好嘛 對不對 反正因為不會死 番茄也不是主要的食物啊 為什麼我們要大會作商 來做這個事情呢 那好吧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比如說番茄呢 隨著我們對這種生物技術 越來越純熟 開始有一些更特別 更巧妙的一個 改進的一個 改進的一個方法 就是開始 發明出來 那比如說這個實驗 這個實驗呢 就是來將番茄 把它改造 將含有抗氧化活性的一個花青素 把這個花青素的基因 把它送到番茄裡面去 那我們所熟知的番茄呢 是長這個樣子 等它成熟之後呢 就變成紅色的番茄 紅色的番茄 那如果說這個基因改造之後的番茄呢 它除了可以表現紅色之外 它也會表現這種青色 這種青色 這種藍 類似藍色的一個青色 所以番茄變成黑色 變成是有點藍黑色的 藍黑色 那看起來是 當然是很難看喔 不是那麼好看 不是那麼好看喔 不過呢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啊 花青素是一個 大家也知道是 它具有很好的一個抗氧化活性 抗氧化活性 所以說呢 你如果把這個植物啊 來表現這個花青素 那在吃番茄的時候呢 你就同時可以得到 花青素的一個補充 花青素的補充 在他們這個研究裡面 他們就證實說 這樣的番茄啊 是可以延長老鼠的一個壽命 離患癌症啊 老鼠的一個壽命 這個壽命喔 那經過花青素的表現之後呢 這個番茄啊 在整體的外觀上面看 是沒有什麼樣的改變 除了顏色之外 是沒有什麼樣的一個改變 那藍色這條線喔 是 嗯 最造型的 就是最造型 完全不做任何處理的老鼠 那這個老鼠呢 在這個 這個時間點呢 我們把癌細胞 把它注射到老鼠的體內去 你如果這隻老鼠啊 注射到癌細胞 都不處理的話 那大概兩百片呢 這個老鼠啊 就是翹翹的齁 那 如果說這隻老鼠呢 你現在呢 為牠吃 含有這個 花青素的番茄 也就是說 基因改造的 花青素的番茄呢 那牠的一個生長的曲線 生存的曲線呢 我看大概 在延長牠的說明啦 大概是五十天左右 五十天左右 其實你會覺得說 才差五十天 可是啊 從牠本來只能夠活兩百天 現在變成兩百五十天 事實上是增加四分之一的壽命 增加四分之一的壽命 那紅色的線啊 代表是 同樣我讓你吃番茄 但是我吃正常的番茄 正常的番茄 所以這個番茄啊 我們去表現了這個 花青素之後 事實上 可以得到一些 這個治病的一個效果 以這個例子來說呢 增加牠這種老鼠啊 抗癌的能力 抗癌的能力 那這個當然是動物實驗而已 動物實驗而已 可是啊相對來說 這個很難預測說 牠在可能不久的將來 就會應用到人類生產 應用到人類生產 那除了我們剛剛所說的 這個解決良所缺的問題呢 那第二個基因食品的一個優點 就是可以減少農藥的使用 那當然減少農藥的使用呢 可以降低環境的負擔嘛 那也可以節省啊 這個生產的成本 節省生產的成本 那你的食品當然就降低了 降低了喔 那你不會有一些 這個病蟲害的問題 那你的產量呢 當然就會增加 增加 那產量增加呢 食物的售價就會下降 食物的售價就會下降 所以啊 這是他另外一個優點 另外一個優點 農藥殘留的問題啊 其實一直都很嚴重 一直都很嚴重 這比如說這前幾天的一個例子 前幾天的例子啊 這也是針對啊 我們強農 這一陣子比較 算是量比較多的草莓 還有一些這個植物去做農藥的檢測 發現啊 像草莓的它農藥超標啊 有35倍 超標是35倍喔 這是才前幾天的例子 前幾天的例子喔 那關於這個食物上面的農藥殘留啊 我們常常可以聽到 常常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報告 看到這樣的一個報告 比如說 這個報告好了 雖然是2012年啊 但是啊 它檢測出來 檢測出來的是什麼東西呢 它檢測出來 是一個叫做巴松的農藥 這個巴松的農藥啊 這個是一個禁藥 它 它非常非常的毒 而且它的毒啊 是不可逆的毒 是不可逆的毒喔 一般呢 有些人啊 不小心都是故意 喝的農藥呢 送到醫院去啊 是可以救回來的 趕快洗胃 可以救回來的 這個巴松的農藥啊 你只要喝進去啊 馬上去洗胃 你還是會死 它是不可逆的 而且它是會 跑到你的腦部前進去 傷害你的神經系統 讓你自己啊 想呼吸 沒辦法呼吸 你的心臟血管的自主功能啊 通通會完結 失去 通通會完結 這是一個 非常非常非常強的農藥 非常非常不可逆的 而且是不可逆的 你看連這種農藥 都有人敢用 都有人敢用 所以 你吃了一點點 可能啊 就有可能導致你的腦神經細胞啊 不可逆的死亡 可能你現在是OK的 可能未來 在很年輕的時候 就開始出現一些 神經系統的推完 推完 推完 像八金生死症 現在啊 就證實跟這個八宋有 很絕對的關係 很絕對的關係 像這種東西 都有人敢用 都有人敢用 所以這個 農藥的產流啊 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問題 非常非常大的問題 那我們回來這個 基因改造的一個 這個植物啦 這個植物 那很常被拿來當作一個例子 是啊 這個玉米 事實上玉米啊 也是現在 基因改造的一個 農作物裡面啊 占很大比例的一個 一個種類 一個種類喔 那 這個玉米啊 它很容易啊 收到這個病 這個蟲 蟲的一個啃食 啃食喔 如果說 你這個玉米呢 那鵝啊 把它的蛋 消在這個玉米上面 接下來的麻麻蟲呢 就會把這個 玉米啊 把它吃掉 讓它變得很難看 而且產量啊 就會驟減 產量就會驟減喔 那它就要發現啊 有一種細菌啊 叫蘇利菌 叫蘇利菌喔 那這是一種叫做 葛蘭式的一個陽性細菌 這個蘇利菌啊 它會產生一種蛋白 叫做啊 這個結晶毒蛋白 一種毒蛋白 那這個毒蛋白啊 對蟲啊 有殺害的效果 有殺害的效果喔 有殺害的效果喔 那讓這個蟲啊 吃下去之後 它在蟲的肚子裡面啊 它是沒有辦法被消化 沒有辦法被消化 所以這個蟲啊 它就會產生啊 這個胃腸阻塞 胃腸阻塞 它不舒服 它就不會再繼續吃東西了 那它阻塞的東西呢 它就沒有辦法 把它進一步的消化 排除 所以這個麻麻蟲啊 就會死消消消 就沒辦法活下來 沒辦法活下來喔 所以我們如果把蘇利菌呢 這個產生 結晶毒蛋白的基因 把它這個轉移到 就玉米上面去 那這玉米呢 它在正常生長的時候呢 它就會表現出一些 結晶毒蛋白 那麻麻蟲呢 可能剛開始吃那一口 就死掉了 所以後來 鵝呢 就不會在這些 玉米上面啊 再來下蛋 再來下蛋 那同學很直接 就會想到一個問題對不對 鵝吃後會死 那個吃後會死 那這種 這個結晶毒蛋白啊 當然要這樣做 是經過一些 這個很透徹的一個研究 很透徹的研究呢 這個結晶毒蛋白 就很毒素啊 是對麻麻蟲很有選擇性的一個 一個 一個毒蛋白 毒蛋白喔 對一般的生物來說呢 是沒有害的 甚至啊 你看它對昆蟲甲蟲 那個果林跟蜜蜂 事實上是安全 它對麻麻蟲 對麻麻蟲 會產生這種 這個毒殺的效果 毒殺的效果 所以啊 有這樣的一個 這個很透徹的研究 所以就開始啊 蘇利菌呢 這種體力高白的基因呢 就會被廣泛的使用 廣泛的使用 廣泛的使用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數據 在2010年呢 我一直啊 這個美國啊 它有86%的玉米啊 是這種基因改造的玉米 基因改造的玉米 它100顆玉米 100顆玉米裡面 有86個是基因改造的玉米 占了非常高的比例 非常非常高的一個比例喔 那 這是 這四種啊 是在 全世界最常會用來做基因改造的一個農作物 農作物 我們可以看到呢 在比例最高的其實是棉花 棉花 棉花 所有棉花裡面呢 反而是82 比較生利的這一部分呢 是啊 基因改造的棉花 反而是82的棉花 是基因改造的棉花 無所謂嘛 反而棉花我們不會吃 用來 用而已喔 所以 相對來說 大家比較不會care這些事情 那大豆呢 75%的大豆啊 是基因改造的一個大豆 有32%的玉米啊 是基因改造的玉米 當然這是全球來說啦 全球來說 以美國來說呢 我們剛剛知道 那美國呢 有86% 所以美國的玉米有86% 是基因改造的玉米 是基因改造的玉米 但是呢 以全球來說呢 大概只有占32% 那田拆呢 占大概有26% 這是 全世界的田拆有26% 是基因改造的田拆 基因改造的田拆 但是呢 田拆啊 田拆是糖類的來源 像我們熱帶國家呢 像東南亞 熱帶國家 我們糖類的主要的 製糖的主要的一個來源 是甘蔗 甘蔗 可是啊 像在美國這個地方呢 他們主要製糖的一個來源 就是從這個田拆來的 從這個田拆來的 從這個田拆來的 是自然生長的 自然生長的 所以這個比例啊 是非常非常高 非常非常高 好吧 那我們現在都講全世界怎麼樣 澳強 講美國怎麼樣 那台灣呢 我們台灣啊 是黃豆跟玉米的主要進口 進口的國家 我們市場沒有什麼黃豆跟玉米 我們很少是自己栽造的 大部分的比例啊 或是進口的 那進口的主要來源呢 是美國巴西跟阿根廷 哇 這三個是什麼 這三個是我們剛剛看到 基因改造的前三名 對不對 基因改造農作物 種植的前三名 前三名 所以啊 我們事實上也早 也早就知道這個問題 所以啊 衛生署在2000年一年啊 他就公告 你進口進來的這個農作物啊 必須要登記 如果是你有經過基因改造的 你必須要申請登記之後 才能夠進口 才能夠販賣 才能夠販賣 那到目前為止呢 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說 這個植物呢 只有單一種的基因改造 單一種的基因改造 黃豆大概可以容許有7件 玉米啊 容許有14件 每一件呢 都只有單一種的 一個基因的改造 基因改造 那也有一些啊 是同一個植物呢 比如說一個 玉米呢 他就經過兩種以上的 兩種或兩種以上的 一個基因的改造 那這樣呢 比如說這樣 玉米啊 就有25件 基本上我們現在是 有在管制的 你必須登記 才能夠進口 才能夠販賣 才能夠販賣 但是啊 嗯 事實上你在外面所買到的 這個食物呢 它上面有標示 它使用基因改造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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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產品啊 其實比例並不高 比例並不高齁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 增加食物的一個營養素 提高附加價值齁 嗯 我們把這也講完再休息一下好了 好 增加食物的營養 提高一個附加價值 例如說 最經典的例子啊 就是所謂的黃金米 這個玉米 在其他課程啊 都有聽過這個內容 聽過這個內容 這是含有蘿蔔素的 一個黃金米 黃金米 那維他命A啊 的一個缺乏 這維他命A的缺乏呢 大概每年啊 造成幾百萬個小孩啊 因為缺乏維他命A 而死亡 而死亡 那有35萬個人呢 因為缺乏維他命A啊 大概有35萬的成口呢 會因為缺乏維他命A 而這個失靈 而失靈 那你會 你會想說 裡面有啊 維他命A就吃維他命A 就好了啊 對不對 我們這個 綜合維他命裡面 就一定都含有維他命A 所以為什麼不去吃這個東西呢 那問題就來了 一樣的事情就是說 缺乏 造成維他命A缺乏 而死亡 或死而死你的這些人呢 往往都是在一些 比較落後的國家 比較落後的國家 那這些落後的國家呢 他可能連吃飯都有問題 他怎麼還有時間 去吃你的健康水 那這些國家呢 可能他每天的食物啊 就是只有白飯 就只有白飯而已 所以呢 這個 在1980年很早的時候 就有一些 這個瑞士有一些 科學家啊 他們就想到一些 要來解決這個問題 解決這個問題 解決這個問題 那 這些落後的國家 他們主要的食物啊 就是白米 就白米飯 白米飯 他們沒有其他的資源 或是金錢 可以去補充 這個維他命A 那如果說 我們在他們在吃飯的時候 同時可以補充 這個維他命A 那不是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了嗎 所以啊 開始了這個idea之後呢 就用生物科技的一個方式啊 包括來解決 那後來啊 他們就嘗試 後來是成功了 把這個白米呢 讓他表現啊 貝打烏羅勒素 貝打烏羅勒素 也就是說 白米啊 他在正常植物的成熟的過程中呢 如果我們讓這個植物啊 也攜帶有貝打烏羅勒素的一個基因 那這個白米呢 長大之後呢 他所生產的這個米粒啊 也會含有這個貝打烏羅勒素的一個成分 那這個結果啊 在1999年啊 就成功了 那同學會提到說 我們貝打烏羅勒素 那你為什麼給他補充這個 貝打烏羅勒素呢 到底有什麼一個作用呢 一個作用呢 這是我們的視覺 光線啊 經由呢 瞳孔 然後經由水晶體 然後聚焦在你的四網膜上面 讓我們可以看清這個外界的物體 看清這個外界的物體 那在我們的四網膜這個地方呢 你把它放大之後 你可以看到很多這種所謂的感光細胞 感光細胞 顧名思雅 它的光線的出現啊 是可以感知它 可以知道說 光線的存在 光線的存在 那在這個感光細胞上面呢 就有所謂的光的接受器 光的接受器 也就是說 它可以感知到光的出現 而產生反應 而產生反應 那這個光的接受器啊 是由一些蛋白質 跟維他命A酸 是過程 所以大家知道說 缺乏維他命A為什麼會夜盲症 夜盲症 是晚上看不到光線 光線很微弱的時候 就根本感受不到光線 所以缺乏維他命A 就會造成夜盲症 原因是因為 我們對光有感受的 這個所謂的光的接受器呢 它裡面就還有維他命A酸 維他命A酸 裡面有維他命A酸呢 這個光的接受器 就沒辦法產生作用 沒辦法產生作用呢 那你光線進來啊 事實上 我們就沒辦法真實到有光的存在 有光的存在喔 那這個是貝達胡蘿蔔素的一個化學結構 貝達胡蘿蔔素呢 到我們的體內之後啊 它會被從中間切斷 那這個結構事實上是左右對稱的 你們發現它是左右對稱的 所以到了體內呢 它會從中間被酵素啊把它切斷 切斷之後呢 就一個貝達胡蘿蔔素 就變成兩個維他命A酸 變成兩個維他命A酸喔 那這個維他命A酸呢 接下來就可以用來啊 製造這個光的接受器 光的接受器 所以缺滑油的那個A酸啊 就使得你的光線啊 沒有感受的能力 也就是所謂的夜芒症 所謂的夜芒症喔 那科學家啊 他是從啊 這個水仙的話 水仙的話 裡面呢 含有這個貝達胡蘿蔔素的一個基因 那水仙的話呢 把貝達胡蘿蔔素的基因呢 把它拿出來 把它送到啊 這個米 送到米這個植物上面去 那這個米呢 在成長的過程中呢 也會製造出貝達胡蘿蔔素 那我們把這個米吃下去之後呢 除了可以飽死之外 那也把這個貝達胡蘿蔔素啊 把它吃到體內去 那我們的酵素啊 再把它進一步啊 把它切成兩個維他命A酸 切成兩個維他命A酸喔 那就可以補充啊 我們所需要的一個維他命A 所需要的維他命A喔 所以這個白米呢 本來是白色的 那如果表現了貝達胡蘿蔔素呢 就變成是金黃色的 金黃色的 所以啊身為黃金銘 黃金銘啊 是因為貝達胡蘿蔔素的表現呢 使得他外觀啊 產生一些改變 產生一些改變喔 好 那 我們真的也休息一下喔 休息一下 進來